基本上台灣已經進入工業化社會 所以年紀越來越大才會考慮說我要結婚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你會發現 大概有七對就有一對就不太容易懷孕 甚至有時候生完第一胎 一百個說不定還是有三五個 第二胎會遇到一些困難 基本上世管嬰兒的發展從第一代 他就是自然壽疾 第二代我們克服男性婚診 把精蟲挑出來打到軟裡面去讓他去發展 但到第三代我們開始可以做胚胎的檢查 小兒遺傳的部分基因檢測的部分可以介入越多 讓我們可以挑到越多越健康的胚胎 以前我們在做世管嬰兒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十個也有九個半他會去看中醫 他看完之後其實也不太敢跟醫生講 所以後來我會覺得說需要建立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中醫西醫可以對話 然後可以看到彼此之間的資料 我們重點就是一起去看這個人 然後我們去用彼此比較能共同的一些邏輯思考去解決 這個人所遇到的問題 特別像子宮內膜異位這樣的case 其實中西醫是合併一起使用效果會更好 我們在養卵的這個療程呢 一般呢我們中醫會從一些養腎的方式 我們講說腎主生子嘛 所以會從補腎的方式 那另外一個是說我們現在的人 因為平均可能他們的工作比較疲倦 或者是飲食不健康 所以我們會從一些抗氧化的方式來幫他做調理 讓他血液循環比較好 讓這個子宮血的狀況比較好一些 針灸的話其實他會針對一些經絡跟穴道 去幫助我們要準備懷孕的媽媽們 可能讓他的卵巢的反應可以好一點點 或者是說去幫助他的代謝循環比較好 那另外一個是說針灸他本身呢 他可以讓我們身體釋放一些毛內飛 讓你身體可以放鬆 所以在國際的研究上 有些會認為說其實針灸對於要準備懷孕的媽媽 他是有幫助 有些藥廠他們會有自己的實驗室 那他們會用一些比較高規格的標準 那在這種高規格檢驗下的藥材 基本上他的安全性其實會比較高 因為我們是要懷孕的媽媽要吃的 甚至有些是餵母男的媽媽要吃的 所以我們就會很重視這個農藥重金屬的檢驗 確定他是OK的 我們才會給我們的患者 最近有一對夫妻他們是 太太是很多人 他因為42歲 卵也不是很多 取出來的卵看起來也不是很理想 那這時候我們就請他 可以中醫一起做一些調理 經過大概也是取了五六次 然後找到兩個好的配胎 他也順利的生了雙胞胎 即使不成功 大部分找的道遠 只是你必須耐心的找 然後去克服 接下來你怎麼樣順利 能夠讓那個培探人著床 後半段的風險監控還是很重要 因為其實懷孕不是重點 安全生下來才是我們做這個最重要的重點 比媽祥 進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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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滿